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呢 叫《被讨厌的勇气》 欢迎收听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我们先说说这个书名 这个书名说实话挺绕的 按照有些人的正常理解 被讨厌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呢 难道每个人 心里不都应该想着如何招人喜欢吗 这些就是大家对这个书名的一个误读 实际上 被讨厌的勇气 它不是说你要故意惹人讨厌 因为没人喜欢被人讨厌对吧 这个书名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你不要害怕被人讨厌 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 为什么呢 这本书里说呀 如果你还在意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做什么事 你老害怕别人讨厌你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活得自由 你心里老想着怕得罪这个 怕得罪那个 你得多累呀 你要活得自由 你想要自己心里轻松 好受 你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当然了 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里还讲了非常多精彩的观点 都非常实用 你学了以后 就能拿来直接在生活里面用 让你能深入到自己内心 获得追求幸福的勇气 这本书还有一个附书名 叫自我启发之父 阿德勒的哲学课 因此呢 顾名思义 这本书的内容 介绍的就是阿德勒的心理学思想 那么 阿德勒又是谁呢 阿德勒这个人就厉害了 可能有很多人知道阿德勒 他和弗洛伊德 戎格齐迷 他们仨也被称为是心理学三大巨头 但是 跟弗洛伊德比起来 阿德勒的名气可能就相对小一点 不过 他写过一本非常出名的书 我相信 知道这本书的人 要比知道阿德勒本人的人还要多 这本书就是自卑与超越 是一本心理学著作里永远都绕不开的经典作品 我们回到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个日本人 其中一位叫暗箭一郎 也是一位哲学家 他对阿德勒的研究长达30年 是日本阿德勒心理学会认定的顾问 另外一位作者叫做古鹤史剑 擅长对话问答题材的创作 年轻的时候 他偶然读到阿德勒的心理学 深受启发 所以这本书呢 可以说是由两位阿德勒的死忠粉合作完成的 当然了 这本书的题材也是问答式的 内容非常新颖 就是一名身陷自卑和不幸的年轻人 听了一位责任主张 世界极其简单 人人都能获得幸福 于是 他就向哲人发起了挑战 双方拟来往往的展开了辩论 经历了五次 也就是五个夜晚的深度讨论和辩论 最终收获了人生的智慧 被讨厌的勇气 他的整体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我相信很多人 应该就像书里这位年轻人一样 也很自卑 也会觉得自己很无能 觉得自己离幸福特别的远 那么我也相信 阿德勒的智慧 同样能够像改变树里那位青年人一样 让你也找到人生的幸福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我们今天主要分享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呢 可以说是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 而且是被困扰了很久的那种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主要讲了阿德勒的一个经典理论 叫做目的论 但是非常给人启发 也非常的有趣 总结下来 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问题 为什么我知道了很多道理 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那么改变一下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可能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分享的是目的论 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卑论 就是自卑与自我嫌弃 举个例子 你有不喜欢自己的地方吗 你有羡慕别人的地方吗 你有想改变自己的地方吗 这些种种都会构成你的自卑 那么这本书呢 就从一个很深的层次 重新解读了自卑 我们还要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自由论 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 如何达到真正的自由 最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平等论 就是真正的平等关系 所以一共就是这四个问题 目的论 自卑论 自由论 平等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挨着详细分析一下 这几个问题 谢谢大家 听到没什么 我怕你 我怕你 我又要 有点赞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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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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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